魚湯真的很好,對於小朋友的女人 看影片之前,記得點讚、分享、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 什麼時候有影片看,就馬上看到 早晨 拍什麼?拍什麼?有什麼好東西? 魚王啊 嘩,這條很厲害 咦,我吃過這條是什麼? 海馬油 對,我那時候試過,有一條很小的 小條嗎? 網上這一條,幾千,幾千,幾萬元 嘩,這條 這條海馬油 大條一點,幾萬元 我沒有12個人 哈哈 要12個才搞定 嘩,這條海馬油好吃 我都好像拍過一條小小的 讓我看看買什麼 今天煮湯 今天煮湯 好,知道 早晨 早晨 多少錢?這些瓜沙 要這麼多? 我先給我看看 10萬元 對 3萬元 不要管 我又不用要2斤 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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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多條 10多條 這是煮湯 對 3 謝謝 2 4 8 謝謝 媽媽媽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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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瓜衫 不是紅衫 紅衫 四五元一兩 這些是瓜衫仔 今天我就要煮一個瓜衫湯 很有益的 我以前小時候 幾歲 十幾歲 讀書的時候 我一個星期煮三四次魚湯 不是瓜衫就是紅衫 不是紅衫就是石狗公 那時候石狗公幾十元斤 我都自己煮的 現在開始大了 夜了回來吃飯 很少煮的 嘩 多新鮮 有魚勾的 這些是釣的 今天很簡單 不如我今天用淮山來煮 鮮淮山 這兩粒是很大粒的 七個二 有些細包一點的 我現在做方便 淮山大家的益處 很多時候煮湯都要淮山 但是煮這些湯 魚湯最好 都是買一塊豆腐 我現在買一塊軟的豆腐 有分軟硬的 4元而已 幾年都是4元 買過5元都買不起 要買回4元 那這些 淮山和豆腐 現在不要管 煮魚湯 一塊大薑 很重要 甚至乎你沒有這些 有塊薑就可以了 薑煮魚湯 很好 我煮魚湯很厲害 是奶白色的 是真實的 你看到有些 唉 我都不說那麼多了 這個很簡單 現在就馬上煮給大家看 好了 那些瓜湯買回來 又要洗乾淨了 試常識化 它跟你刮了 那些輪 不斷地用手撿撿 看到有些血就撿了 有些朋友 很多年前都不懂得煮飯 看過煮湯之後 現在很厲害了 留言 不用多謝我 我也是這樣學回來的 我多謝你 支持我 現在煮一手魚湯 告訴大家 魚湯對於小孩 女人 真的重要到不得了 當然 美顏 所以我經常煮的 好了 調調都好像我現在這樣 洗乾淨 再跟大家說 洗了8條 笑話 放10條 有2條是未煮的 還好 立即可以煮給大家看 通常用刀去煮的 現在剪刀也可以 沒所謂的 關掉水 不要浪費水 用一剪刀 先剪開肚子 其實這個動作 我們通常用刀的 這個情況 慢慢 不用緊張 最主要 你慢慢做 就不會有手 譬如它只是有一個筷子 你明白我說什麼 一個筷子 你慢慢撕出來 很簡單 這個內臟性膚 就可以拿出來 然後 這個情況 就是這樣洗 這些湯 也是這樣探討的 以前 我們小孩子幾歲的時候 一、兩、三十歲的時候 開始學煮湯的時候 買一斤石狗弓 到60、70元 有十幾條 慢慢的湯 很小 你知道嗎 都是 現在品牌的都很棒 如果有這樣 這條是一樣的 好, 讓我湯完再跟大家說 好了, 讓它騎一騎水 我們現在要切薑片 如果薑不是太過泥黏到七彩 其實薑皮是不用刮刀的 而且薑皮也很有益 不過, 在切之前 要把這些薑皮的泥 抹乾淨 好了, 現在切薑片 其實不用切薑片 這樣就可以了 慢慢 薑要拍過才出味 拍過的薑就特別出味 因為這些薑是不吃的 所以不是溫柔腩一片片吃的 小小的辣碟 這樣就可以了 OK, 過來這個滾湯 現在我們要煎一些瓜沙 什麼魚都是辣 因為要煎過 那些魚才會出味 你不要這樣下去 把水滾下去 就不可以了 但是在這邊 我們要預備一片的滾水 所以現在要煮定水 因為要撞下去 那些魚湯 是由奶白吃的 我們現在用生鐵鑊 要燒紅的鑊 如果用易潔鑊 就不能燒的 這些是生鐵的 先燒紅了 先燒到暴煙 然後再加少許油 煎魚要加少許油 因為這樣魚才能透 所以要撞均勻 如果用易潔鑊 就先關火 然後下油 先開火 先撞一下 沒所謂的 現在這個年代用什麼鑊 都一樣做 好 現在就可以 不用煩了 其實我印乾就好 其實當然印乾就好 不過我懶了 不用印了 因為是滾湯 我的魚是不吃的 先煎一下 聞到魚很香 忘了跟大家說 有時候買這些魚 千萬不要買這些白色的 沒有光澤那些 即是放完就放 昨天就放了今天 以前做生意 他買到晚上五六點 就便宜便宜便宜 一份份買 今時今日 可能環境因素 賣不浪費 他就放回到雪櫃裡 明天早上說 你死了 灑一點點 他們那些 東西 就乾了 一檔檔 你買熟了 你就知道 這些乾燥 滾出來的湯 完全不同 你知道嗎 你要理解到 我勸大家 盡量不要買 沒有這些香味 好 煎透 現在就可以 反一下 魚要反一下 你爛也不要緊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 才能吃 你明白嗎 現在就弄爛它 其實最主要就是 煎至透透 最重要是煎透 所以我剛才 放了油 OK 先煎一下 好 再煎一下 哇 你看一下 香噴噴 這邊最重要就是 煮滾的水 這個很重要 這個火 開大 撞些滾水 它才有 它是白色的 看著 滾的水 開大火 這邊 撞些很滾的水 慢點 不用急 多點也不要緊 這個魚湯 真是包你 這個油 收回小一點點的火 讓它煮一下 先煮一下 湯煮了大約十分鐘 差不多可以的時候 我們現在先處理 淮山和豆腐 我現在就買這些 簡單點 我先把皮切開 兩顆淮山 就已經 批好了皮 洗乾淨 這樣就切了 我告訴大家 不要切得太碎 因為我們都想吃 豆腐 洗乾淨 就切開 滾了十幾分鐘 大家看看 你不要以為 它很多 好像很高 我打開給大家看 其實 分分鐘 就已經 不夠湯喝了 你要理解到 大家要知道 告訴你 要滾多一點 差不多了 喝多一口湯 你看一下 湯 什麼顏色 有些朋友 我懷疑 我懷疑 倒少許牛奶 我當然不是 我不需要 滾這些湯 超過幾百 超過千個 這些 好 拿過來加一加 過來 我拿過裡面的隔 免得這麼危險 如果大家要滾 都要小心 要用這個 咖喱 因為它有魚骨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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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無一失 慢慢 不用急 看看魚 嘩 OK 接著 我們 拿出鑊 小心 小心 因為這裡容易做 如果在那邊 就難做 如果沒有鑊 就找個鍋 好像剛才我太太說 好像說錯話 不知道鍋還是鑊 慢慢 隔一隔 那些 魚湯 因為是珍貴的 看不看到 十條 這些瓜三仔 喂 這裡的湯 我很多時候 喝一兩天 例如今天喝了兩碗 之後 留起來 放在冰箱 那些小朋友 第二天回來 就喝了 喂 好香啊 魚湯真的好 對於小朋友 女人 其實我深信男人 都好 不然我哪有這麼大聲 好 加好水 拿過來 煮回去五分鐘 就可以了 拿過來 現在開大火 煮回去 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了 因為那些淮山 豆腐 不用煮那麼久 媽媽說 什麼女人 小朋友 老人家 不能喝嗎 老人家才好啊 太子都有不壞 這些魚湯 坦白說 你見到剛才下了些油 煎過之後 沒有什麼油 好香 等它煮起了 我們要一起喝湯 大約再煮 五分鐘 已經煮了七八分鐘 嘩 好香啊 好 拿過來倒湯 一起喝湯 哇 這鍋煮魚湯 真是厲害 正啊 雖然你說好像很貴 35元 瓜三 4元豆腐39 那個淮山都8元 四十七元 但是有這麼多湯 大哥 你知不知道 喂 現在就可以喝湯了 好香啊 還有那些 我這次用淮山 所以就能吃回豆腐 喂 其實豆腐很棒 小心點 先把豆腐刺起來 唉 小心 有一個菜 淮山 喂 我特地煮到這麼大塊 就有淮山吃了 多好 是不是 喂 我先把豆腐和淮山都夾出來 再跟大家說 嘩 正啊 你看看 嘩 補丐補老 喂 一家大小都適合喝 老少咸二 喂 還有健肥開胃 這個真是正啊 有淮山的豆腐 真是正 一家大小 四個人 分兩天喝就可以了 這個 讓我倒湯在這個碗裡 真是漂亮 先找一個玻璃碗 不要緊 這個 嘩 看著 這樣隔了 渣就沒有骨 看到嗎 老人家都沒問題 嘩 完美 到你了 它的底部也沒有 多棒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 煲魚湯 有時候開頭不懂得煮 都要試一下 不要緊的 這個很簡單 先放一放 有不完 攀動了 放進冰箱裡 現在要先吃這些 嘩 很棒 讓我煮一口 給大家看看 這個真的沒得受 嘩 你看 奶白色的 好像倒了 灌牛奶 那樣 但你就知道 阿品的這些湯 是一手好氣 多棒 嘩 讓我喝一口 讓大家看看 嘩 筆多一點 筆多一點 更漂亮 媽媽說這碗要更漂亮 嘩 嘩 嘩 看看 精型獨透 精型獨透 你看 嘩 看這些魚湯 看不看得到 不是水還水 湯還湯 真的這樣煮就最好了 讓我先喝一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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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加鹽的 鮮甜的 我告訴大家 這些是青春常駐 老筋靈活 老人家真是活樂 最重要是調好骨 不要亂來 這次我下淮山 其實你下番茄就行 下節瓜就行 下絲瓜就行 下絲瓜就行 下什麼都行 這些湯真是 包你一輩子都沒問題 很棒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淮山豆腐滾瓜三 很好喝的 很簡單 慢慢做 很棒 謝謝 謝謝 邊邊邊邊邊邊 嘩 真是這麼神奇 不是 這四條大海參 是我早幾天就用這四條海參 浸發而出來的 打算拌勻之後 放回雪櫃兩天 今天要來煲湯 誰知今天拿出來看 又大了很多 讓我拿來清一下 嘩 今天是293克 又有這個效果 怎樣儲存的海參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水 這幾天 什麼時候吃就拿出來處理就行 又或者未決定什麼時候吃的話 就用保鮮紙包好 再放入保鮮袋 放進雪櫃的冰箱 什麼時候吃就拿出來 解凍就可以了 浸發海參的重點 所有接觸到海參的器皿和物件 都要清洗乾淨 避免殘留油脂在這裡